台湾武术流派再一次扩增 是1949年 国民政府迁台时期 跟随来台的200多万居民当中 不少身怀绝技的武术高手 带来了中国大陆黄河流域 所流传的北拳 比如说蒋介石针犬 重新从大陆带来一批 那时候的军人到台湾来 他们定居在台湾的时候 这些军人都有 跟明镇时期间有类似的形态 等于说他们是军人出生的 然后他们军人出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说你退休之后 或者说到台湾来 你没有军人身份慢慢解除之后 这些军人就到台湾各地去教武术 所以那个年代 1949年到台湾来 传承的一些武术非常多 北拳不同于南拳 讲求架势开展 动作大开大合 气势而慢 拳法进退快速 手腿动作延伸放远 善于重跳 起乐 飞腾 招式多而且复杂 在台湾 常见的拳法 包括了八级拳 太极拳 太极拳 螳螂拳 螳螂拳 并未让台湾的武术风气更加兴盛 因为拥有武力与兵器的全师 开始遭到警政单位关注 一度从暗管复兴为民馆的武馆 又是纷纷关闭 习武的风气也开始没落 终于演变成专门接骨 治疗跌打损伤的国术馆 228事件完之后 等于说很多武馆就被注意啦 就注意就是说 就是说他会害 他也可能不一定抓你 但是看你在做什么 就会派一个人来跟你学 或者站在旁边看 让你有压力 然后当时那个等于说 光扑破可能有一些经济上 有点比较大的转变 四万块多一块 那个时候混乱 所以很多可能有一点 有一些人是学了武之后去 去抢劫或干嘛的时候 他就会 警察抓到这个 这个嫌疑犯的时候 就会找这个师傅麻烦 这你咬出来啥啥啥啥 所以变成说 哇他就会接受到一些无妄之灾 因为这些事情慢慢多了之后 很多师傅说 何必呢 对不对 那时候慢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就变成说 你看到现在的国术馆 几乎都是挑战的